學校國中小學有3600家 那其中大概有三分之一是偏鄉的學校 偏鄉學校的食材覆蓋率 從109年的56.45到111年增加了37.71 截至今年10月底 國中小學校午餐食材都使用三張EQ覆蓋率高達95.71% 偏鄉學校也有94.16% 記者會現場還邀請專業營養師分享營養午餐均衡設計 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為學童的食安把關